我的座右铭是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有关于中国 他们在ECFA这个线缩的项目 好像越来越广泛了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 影响不是这么的深 可是有好多的产业 都是传产 大家都很紧张 您怎么看这个事 我认为台湾的企业 最大的特性 就是韧性 非常强烈的韧性 外界的环境在变化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因为从小就住在工厂里面 从小住在工厂 工厂里面 那个办公室的楼上是住家 我记得民国六十几年 或五十几年底 失业危机 买不到塑胶粉 失业危机等等 再一路走来 台湾的经济发展一路走来 碰到很多挑战 可是台湾的企业 都一直在因应外界的挑战 去做调整 去做布局 外面的环境怎么挑战 我们不太能够掌控 ECFA的清单会不会被限缩 我们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但是如果限缩了 我相信台湾的产业 有足够的韧性 去找出一条路 去做调整 去做重新布局 我们想 大家在讲说 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这应该不是一句空的口号 的确 如果ECFA的清单有改变线索 我相信台湾的产业 传统产业也好 高科技产业也好 都会重新再去做布局 应该会有新的局面会出现 您觉得在疫情之后 除了这一些我们大家可控不可控的 这一些事情之外 所谓的景气循环在传统产业当中 有做一些变化吗 在公司服务了35年之后 我的感觉是 一个企业没有永远的顺境 也没有永远的逆境 这个顺境逆境其实指的是 外界的环境 不会永远对我们都是 友善的 也不会永远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所以经常就是要保持平常心 顺境的时候也许加紧脚步 多划几下 逆境的时候更努力 所以平常心去往前看 往三年后五年后的布局去考虑 但是不管顺境逆境来 我想台湾的企业都已经经历过 那么多的景气循环了 其实适应力都非常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